大家好,我是Stan 大家喜欢看 像如果饥饿的孩子在餐厅前面排环 餐厅主人的反应是 女孩子第一次来月经路人们的反应 小女孩在街上被绑架 路人们的反应等这种社会实验影片吗 最近在韩国 一个专门上传社会实验影片的YouTube频道 因为被质疑造假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韩国一个叫做Inmeet的YouTube社会实验频道 上传了一个标题为 贫穷的兄妹在餐厅只点一人份食物的话的影片 只要是在说 如果没有钱的兄妹来到餐厅只点一人份食物的话 餐厅主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老板看到这对兄妹的情况后 不但没有收他们的钱 还多给他们了食物 最后也打包了一份给两兄妹 让他们回家再吃 因为是疫情期间 餐厅的声音都不是很好 所以老板的这种善心 真的是感动了非常多的网友们 太感动了 真的要用钱去教训这家店等等 不到一个礼拜 影片就突破了170万的观看次数 但是很快 有位叫做卡光的YouTuber 上传了质疑Inmeet频道造假的影片 这位YouTuber表示 两兄妹来到这家餐厅点了一碗刮面吃 但是在影片里能看到 这家餐厅是一家连锁口牛小城店 而且还是在7月2号开业 并且在餐厅外观的任何地方 也没有标注店里有卖刮面 更何况 餐厅附近有好多家平价刮面店 也就是说 尽管这位有很多平价刮面店 孩子们还是偶然进了一家 没有标注有在卖刮面 开业不到一个月的连锁口牛小城店 点了刮面吃 然后明明是瞒着餐厅老板偷拍的 但是却是从非常多不同的角度拍摄了 而且画质都非常好 这位老板到最后也是没有发现到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个Inmeet频道 在韩国的人力银行网站 上传过这样的招人讯息 YouTube频道Inmeet 正在招很适合演贫穷孩子的儿童演员 然后用这个账号来搜索的话 也能看到另一则照片讯息 照片出演偷拍综艺的女性演员 照片条件 没有出演过其他YouTube频道 对外卖有资讯的女演员 将要出演的YouTube频道是 Komming Matt Komming Matt是几个搞笑艺人出来 夸张的设定各种对话内容后 周围的女性们偶然听到他们的对话后 做出这种反应的频道 所以现在很多网友们都怀疑 应该就是利用这个频道的造假拍摄技巧 拍摄了同一家公司的Inmeet影片 然后也有网友们之一 应该是收了刚开业不久的餐厅的广告费 帮他们拍片做了广告 因为争议越来越大 Inmeet频道上传了解释文 表示影片绝对不是广告 虽然是有视线联络 但是没有告知是拍摄社会实验类型的影片 不管有没有告知拍什么类型的影片 只要知道是有镜头在拍 就不能看到真实的影面 那也就不能叫做是社会实验了 该频道一开始只是删掉了网友们执意的留言 现在已经关闭了整个留言区 然后在这个社会实验影片造假引发争议后 另外一个社会实验频道突然在影片中加上了广告标志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有视线联络但不是广告 竟然还能这么狡辩 打你了但是我没有笑 这个影片刚上传的时候 有60%的留言说 老板真的很善良 餐厅在哪里要用钱去教训 只要有人之一就说是嫉妒 我看这个的时候也想过 为什么会去牛小肠店吃挂面呢 贫穷的兄妹肚子饿了 去的地方是牛小肠店 把这个当成是真实情况的人 必须要检查一下智商 一看就知道没有视线设置的话 绝对不能拍出这么多角度的画面 我看影片哭了很久 唉真的想这么活吗 这种类型的影片 能在很多角度拍摄就已经很可笑了 而最傻眼的部分是 市民们的声音都非常清晰 是吧 不带麦克风的话不可能这么清晰的 骗了170万观众们眼泪的造假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可以拍摄这些什么呢 那我就让我来拍摄 然后就是去线设卡 我可以拍摄 到最高峰了 好事 但是还是要拍摄 每个孔的声音都没有拍摄 我能拍摄 你就能拍摄 我是想要